左侧摇杆控制移动 走到NPC面前 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与NPC对话了 滑动 打开背包 点击衣服 选择装备 这样衣服就穿在身上了 打开背包 点击衣服 选择装备 这样衣服就穿在身上了 游戏中有季节和温度变化 这里显示的是当前的温度 你需要根据温度选择合适的衣服 然后放入手中衣服 好 然后放入手中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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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分钟 当你的角色饥饿或者口渴时 它的体力消耗会加快 严重时会损害生命值 打开背包 食用食物或者水 你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当你的角色饥饿 打开背包 选择武器并装备 这样它就装备在你角色的手上了 点击这里 可以使用武器进行攻击 打开背包 右侧这里是攻击按钮 拖动它 朝向你要攻击的目标 就像这样 右侧这里是攻击 是 对 好 好 将冲的烤尖 放入冰箱 右侧这里是攻击按钮 拖动它 朝向 从背包中找到要分解的物品 点击按钮进行分解 例如衣服和床单都可以分解成绷带 遥控器可以分解出电池 制作的武器 也要切成车打得 Damit进行rà杀500克 金频道 加入液或把插火ấp到内部 鱼骨凍垫入一下 倒后和しい蒸鱼 IN NEW Pizza 事儿童 Pad 整理 鲣図日央新记 yol修 隙子痱建造型放弃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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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始角色可以负重10公斤 超出负重后你将无法奔跑 严重的话会让你 飞包可以提升你的负重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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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